受到影视剧的影响,很多人对和珅印象停留在,大贪官,脑子不好,永远斗不过聪明的纪晓兰,其实在历史上,和珅不是脑子不聪明,而是脑子太好使了,并且,和珅是吃过苦的,他当年想要从科举这块入手,出人头地,但最终科举却失利了,在无奈之下,和珅只能当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,不过聪明人都善于把握机会。 和珅也一样,他当上轻车都尉后,并不像其他人那般混吃等死,而是积极地在乾隆面前表现自己,最终,聪明机灵的和珅被乾隆看上,剪在地心的他升官就跟做火箭一样,十几年后,和珅成了大清朝的二号人物,那么,会干事的人这么多,乾隆为何偏偏就看上和珅了呢? 首先,和珅能力很强,乾隆给和珅拨款一百元,和珅只需要五十块,就能完美地干好这件事,剩下的五十块,和珅会孝敬给乾隆三十块,自己攒下二十块。 换句话说,只要乾隆让和珅取办事,不仅事情每次都能成功,而且自己还有孝敬可拿,谁不喜欢这样的下属。 另外呢,还有一个比较传奇的说法,乾隆当年见到和珅的时候,就发现他有一颗与年贵妃一模一样的朱砂痣,并且年贵妃去世的那一年,和珅恰好出生,正是因为如此,乾隆才对和珅万般宠幸。 在乾隆八十五岁大寿的那一天,乾隆徽笔写下了一字,禅。 地下的官员见到后纷纷叫好,但和珅看过后却面如此灰,他知道,乾隆这是已经有了退位之心,新军上位后,估计第一个就要拿他开刀,果不其然,此年乾隆匾下召退位,自称太上皇,三年后,乾隆驾崩,嘉庆帝便马上对和珅下手,将其隔职赐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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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